Hello 大家好 我是蘑菇 然后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因为疫情在家我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培养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就是在家里种一种植物 然后呢 陆陆续续的我的这些植物也都在开花呀 也有一些变化 那这期视频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种的那些小东西吧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爱好 就是会让我的心情非常平静 然后也会非常投入在它 观察它们一天一天的生长啊 变化呀 就它每次有一点点变化 和那种就是它的生长状态 就是比如说它抽芽啦 它开花啦 或者它发了新的笋条 都会让我觉得特别惊喜 然后就特别开心 我觉得也推荐给你们这个爱好 然后也不想费钱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吧 这个呢是之前买的 那个叫玛格丽特 我会把它之前开放的照片放在这里 然后我把它的头全部去掉了 这样它会就是整体长得更丰满一点 然后现在已经分了很多新的叉叉和花包出来了 我后面会跟进它的长势 然后这一棵呢 是一棵桂花树 就它之前非常非常的小 就只有这些深色叶子 是它寄过来的时候的 然后上面这些嫩叶全都是到我家之后新长出来的 它差不多灌服 比刚来的时候大了一倍吧 然后开过几朵花 现在应该是在努力长叶子的状态 所以最近没有花 那我觉得它长得蛮好的 很茂盛 给大家看看我养的月季 这个是布兰切特 这一棵养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我刚换盆没多久 然后就疯狂的抽花宝 全部都是这种多头的 这上面是柳絮 你看就每一个花枝上都很多花 它就刚开这种小包子状的 然后开的比较大 就这样翻起来 而这朵可能花型比较标准 哇 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这边这一盆是薰衣草绒球 在镜头里看比较粉 但它其实是偏蓝 就是那种灰紫色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还是灰紫色的 这个刚开始开的时候 就完全是那种霉红色 我就非常不满意 然后结果就好像开着开着 它就变灰一点了 这一朵开花型也很好 你看每一个枝头都有花 然后就是这样 但是它是单头的 但我觉得开花型已经很好 而且它真的很茂盛 超能长 就它是我 这三个苗都是差不多大小的苗 就来的时候只有这么长 然后就大概两个月吧 这个你看它的整个棍子是最大的 这一盆果然是最容易僵苗的熔球门廊 不过这边也已经有花苞了 看到没 然后这发了一个强损 然后之前就一直在长它 它非常的粗壮 其它就很细弱 所以我就给它剪掉 现在这边就有三个花苞 陆续的这几个应该都会有花苞 到时候再给大家看 其实这一盆是我最期待的花型 但它就很容易 就长势很慢吧 就没有这两颗长势快 然后因为这一支条上的所有的花苞都开了 然后就这个还是半开的状态 我不想让它在这里耗费两 所以我要给它剪下来 然后插到瓶里 一般都说蓝色系的不太好痒 但是我没想到最蒸汽的居然是它 看这一盆上面有多少花 都开得很好 在视频里看着好鲜艳 但它其实是有一点灰灰的那种紫色 我看后期能不能给它调色到它 比较真实的状态 然后这布兰切特也陆续的在开这一桶的花宝 就只有这个荣球门王 现在只有这一组花宝 其他的都完全没有动静 没有人着急 它简直太棒了 喜欢它 但是它花形都很正 而且我一直以为这个蓝色的是单头 因为大部分都是单头 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蜘蛛上 居然有好几个花骨朵 还挺意外 这一朵上也是有好几个花骨朵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新的强损 从这一支从下边长上来 非常棒棒 我的宝宝妹 但这一颗布兰切特的珠形 我之前开的那一大从我剪掉了之后 它就看起来特别不平衡 这边特别高 然后它们都都长好了 我会给它剪一下 然后平衡一下整颗的珠形 目前还这颗珠形是最 是一个球状态 我的最后开的绒球门廊也开啦 这一朵有点不太标准 就红芯太多了 其实旁边这三朵还蛮标准的 然后这也是粗花嘛 不太标准也比较正常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的枝头上还都空空的 而且它稍微生了一点白粉病 我今天就这卷卷的腌 都是我今天刚刚给它喷了药 希望不会对它造成太多的影响吧 不过它的小花还是挺漂亮的